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想 朕修行之切实 下手吹 这是引用《华言经》上的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我们很熟悉 为什么呢 善财同志五十三参就讲了五十三遍 这一部经多下来多一遍 别的句子记不得 这一句会记得 重复了五十三遍 当然你就会记得很清楚了 那么换一句话是 重复这么多遍 一定是最重要的句子 要不是最重要的 何必重复这么多遍 说 就是给你加深印象 让你有深刻的印象 不会忘记 这是修学大臣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条件 善财是世尊在《华言经》上 假设一个代表修学大臣的人物 不是指定的一个人 不是指定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要看到善财这个名字 就想到观音菩萨旁边那个小孩 你就想错了 你完全捉了相了 你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了 你就错了 善财是什么 代表什么呢 善是善根 财是福德 一个有善根 有福德的人 就叫善财 你看《弥陀经》上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缘 得生必苦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一发心 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这个人就是善财 童子是说他身心接近 就是我们讲一心专注 无忧杂念 取这个意思 所以善财里面就包括男女老少 通通通都叫善财 是这么个意思 不要把这个名字错毁了意思 那么我们今天发心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善财 经常讲善财 那就是讲我们自己本人 这个要知道 他是表发的 他是表发的 代表一个修学大臣的人 每一遇善有 善有善知识 老师向人请教 一定要先说 我以法 我得多了三名三菩提心 这句话 就是把他自己修学的目标先说出来 我希望得到无上正等正确 现在向你请教 我要怎样修学才能得到 人家才好教你啊 如果你自己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你去问人家的路 你到外面迷了路了 你去问人家 请你指一条路给你 人家问你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 你叫人家指路 人家怎么指给你啊 你一定要说出 我到哪里去 有个目标 人家才能指路给你啊 现在先把他的目标说出来 我很希望成就无上正等正就 向你请教我怎么样修法 怎样才能得到 而未知云和许若菩萨行 行是什么呢 生活 释迦牟尼佛天天表演的生活 那就是菩萨行 旧菩萨道 道是存心 道是心 也就是前面这两个问题 云和降伏其心 应云和柱 这个柱跟你降伏其心呢 都是属于道 行是将生活 怎样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代人结果 包括我们自己一切的工作 我要怎样做 再提出这个问题 感谢